地球是什么时候开始热闹起来的?生命计划的开关是如何打开的? 一起来了解下被列为十大科学难题之一的,哈五级生命大爆发? 更多内容请看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专辑 HTTP T-CN Revealed地球自诞生之后,经历了极其漫长又两无声区的时光 当地壳活动趋于稳定,火山爆发现次停歇之后,估计和冷情是世界上的主宰 早期出现的水生细菌和藻类生物只是巧如生息的存在于海水中 在进化的路上蜗牛般的爬行着,估计冷静的地球 时间在地球的旋转中慢慢流淌,经历了大约一四十亿年时光 地球迈进了汉武器,去今约五次一年 此时的地球发生了极其突然的变化 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核生动物似乎是在转瞬间 变出现在广阔的海洋之中,地球上仿佛突然间热闹起来 为什么?是谁给生命演化的进程加进了催跨地 生命进化的开关是如何打开的? 这就是国际学术界里为是达科学难题之一的 汉武器生命大爆发 生命大爆发让地球热闹起来 当我们看到那些从汉武器壁层中采集的精美的生物化石的时候 似乎或多不少都能看到发生在久远过去的一些故事 尽管是那样依稀,那样朦胧 汉武器生命大爆发的主要化石证据中 最为著名的是我国的城江动物群 我国古生物学家在云南省城江县城东南茂天山 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大科后生动物群 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保存极为完美,距今约5.3亿年的化石群 建议描述的化石共120余种,化石门类众多 种属丰富,继包含较为一等的海绵动物,致神母动物和刺包动物 还有各类三叶型动物,甲胶型动物,叶族动物,万族动物等流口动物类群 更有脊皮动物,半锁动物,没锁动物,通锁动物,真脊椎动物等食鱼各马类 众多的生物化石,首次投入一多年前的地层中重见天日 栩栩如深地再现了原故海洋生命的壮丽景观和原始特征 以丰富的生物学信息完,含武际生命大爆发提供了直接证据 曾将生物军的发现,被国际上映为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 曾将动物群赴原土,地球生物演化在含武际发生如此剧烈的爆发 与人们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疑惑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是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高级缓慢演变过程,是通过自然选择和遗传变以两个车轮缓慢滚动逐渐实现的 而生命大爆发却告诉我们,水是烧开了,但加热过程却无从知晓 科学家们对此去致入物,提出许多试图解释生物爆发之谜的假说 曾将动物群化时,有人认为,早期具有光合作用的藻类生物没有捕食者 所以大量繁衍,是大气和水体中的含氧量飙升 生物的多氧性演化加速,同时氧气的积累使臭氧层不断完善 让生物有了在前海区域生存,而不被索外线伤害的可能 也有人试图的证明,地球的火山活动为地表提供了大量的钙质 氧气和钙质的含量增加,对生命气氧气和骨骼的发育奠定了基础 导致寒乳鲁基动物的井喷石出现,并得以迅速演化 还有人认为,生物大爆发之前,没有大型生物的捕食关系 在捕食者出现之后,食物丰盛无比 充足的食物使致空前繁盛并迅速演化 同时,动物们向捕食与方准备捕食方向快速变异 导致千姿百态的生物不断的涌现 各种假说百花习放,虽各有依据,却也各有漏洞和不足 含5G生命大爆发的面题,直接仍没有完美的解释 这可能正是科学研究所具有的魔力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